说点闲话,讲点故事,倒点常识,咱不想惊人,也不想吓人,各位听了,会心一笑,咱们相忘于江湖,一鸣不惊人,欢迎收听。 我是张鸣,一鸣不惊人,今天接着开讲,今天讲的题目是,我们都是租房客。 我们都在房改之后,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买了房,没法统计多少,大概肯定60%以上是有的,都买了房。 买了房呢,买房者都认为自己是买了自己的房,有了自己的产业可以留给子孙的, 但实际上呢,这次就是最近那个温州,温州有一批20年的这个,就是土地这个期限,这个房子已经到期了,到期之后呢, 这批房的房主还得再交他的房价三分之一,这样的钱才能续租, 才能把这个房,这个土地的这个,这个钱给交上,你再可以接得住。 那么我们其他人呢,实际上的有的人是五十年,有的人是七十年, 但不管多少年吧,其实我们实际上呢,这个买的房呢, 那个土地,土地是使用证,是有期限的。 呃,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起来,你只以为是买了一个固定产业,是个固定资产, 但实际上就是你还是租房客,啊,你还是在租房,你到到时候你还得给人家交租金。 那么,这个事呢,其实是需要讨论的,这个任,这个国家,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土, 就是领土啊,这个领土是属于国家,这个是没有疑问的, 但是这是领土意义上的,这个,这个,这个,它不是主地,土地所有权这个意义上的,啊, 那是主意,那是这个,就主权范围的,啊, 那我们国家呢,实际上在这个,八二年以前,一八二年以前啊, 这个城市,啊,城市土地,呃,呃,到底属于谁,实际上是不清楚的, 有很多的房主实际上有土地,土地正的,啊,土地正的, 但是到后来,八二年以后呢,这个事就都,都取消了, 就说,就是所有的这个城市土地都归国家了,为什么归国家? 这个事是一个说不清楚的,因为现在等于归国家,就归国家等于归政府,啊, 如果按照我们的,呃,以前的说法,就说国有, 现在的国有实际上是公有,公有这实际上就是说全民所有字, 那么,如果就是全民所有字的话,就是全民所有这个土地, 全民所有的话,那那那道理的话,那就应该说, 这个城市居民买房子,就不该交土地这个,这项的费用, 就不该交,因为土地是大家都,都共有的,啊, 我有一份,我买房,我就不用交土地这个费用了, 但是你还是让他交了,买房的时候,我们土地这个费用还不,还不少, 还不少,还占了很大一个比例,也就是说,你是买, 我们是买了,我们不是,我们不是买,实际上是租了, 这个土地这个使用权,七十年,或者五十年, 甚至还有的是三十年,二十年,你是租的,啊, 那么,那么,你这个土地就算你是国家所有了, 就算你是政府,都给你了,咱们不算不讲公有的事, 那么你有,我们可以不可以买呢, 你有,当然我们可以买了嘛, 你也才开,你也开辟这个市场了, 房产生交易的市场了,对不对, 你也开了市场,你也可以交易了,你是交易的一方, 你,你已经卖给我们了,你卖给我们, 为什么,你不卖彻底呢,啊, 那么,不卖彻底的意思就是说, 我们个人是绝对没有这个权利,拥有这个土地, 我们只能去租,啊, 我们知道孔夫子说过, 有横禅者才有横心, 那么, 如果是任何人在这个土地上, 在国土上所有人都是租房客的话, 他怎么有横心呢, 他怎么会去爱这个国家呢, 这个其实很奇怪的, 这个,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, 那个,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, 大家都,大家都,大家都,大家都爱国, 说都,各个政府都在提倡, 每个公民,每个老百姓要爱国, 但是如果说你,你连这个, 你连他们连有横产, 这点微,这点卑微的这种希望, 你都,这种要求,你都不满足, 你都,要他没有横产, 他怎么能去爱这个国呢, 所以这个事就挺奇怪的, 所以说我们接, 我们,我觉得, 这像有几个环节, 我们一定要讲清楚, 说实际上这个土地, 这个国家的土地啊, 他不应该是政府所有的, 那么我们知道, 一个国家, 在政治学的原理上, 他有三个要素, 第一个呢, 是国土, 这一片有一片国土, 第二个是国土上的人民, 第三个是由人民选出的政府, 代表的主权, 那么这三个, 三个, 这国家三要素中, 人民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, 如果没有人民的话, 这个, 这就没有什么道理, 就没有, 没有, 没有必要组成国家了, 对不对, 你就哪有一个国家里头没有人呢, 对吧, 而政府啊, 组成是由人来组成的, 也是由人民来推选的, 由人民认可的, 那么, 那么从这个道路上讲, 实际上是人, 人在是国家之上的, 人, 人在国家之上, 这个国土上的国民在国家之上, 那么继位的这个国土, 这个国土的所有权, 实际上是要归属人民的, 那么如果你认为是土地国有, 你要把它卖给政府, 起码退一万步说, 你允许买卖了, 要不然你就不允许买卖, 就像以前计划经济, 你那一样, 你就分房子, 你现在允许买卖了, 你又不让它有所有权, 你就是, 你不是卖, 你不是卖土地, 而是租土地, 这个没有道理,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买卖市场, 不是一个租赁市场, 这个不像话, 所以我们说, 所以从这个道理上讲, 说这个就是今天, 我们说我们还都是租房客, 无论从政治上讲, 从经济上讲, 从市场上讲, 任何逻辑都是说不通的, 说不通的, 那么你, 你这样下去的话, 实际上呢, 这个政府, 你别看, 说我们可以, 比如说五十年, 七十年之后, 我们再收一道钱, 经济上好像挺合算的, 但实际上呢, 人心失掉了, 而人心失掉了, 实际上你是亏的更大, 就是说人们就可能, 就是人的爱国心, 就会大大的减弱, 就是实际上对这个问题, 实际上无论左中右, 实际上人们都会有一个共识, 都认为自己的财产, 就是自己的这种土地, 自己的这个房产, 应该贵贵世人, 因为我们没死付钱了, 你不能让人家永远, 老是付钱, 老是付钱, 这是没有道理的, 而这点钱, 你拿到了实际上对你, 并没有什么任何的好处, 所以这个政府, 我想应该是明白的道理, 如果是始终不明白, 还到了七十年还不明白, 还让人家交费来续诸, 那我觉得这个事就很不像话了, 一鸣不惊人, 今天就去赶文字, 希望大家下次接着听我讲, 谢谢大家大家看, 谢谢大家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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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